大家好,我今次想借助這個頻道 因為這個頻道平時是關於我的小朋友的 但今次我比較想分享我過來英國這一段時間 我怎樣一個月內可以拿到遊學牌 然後筆試,然後考了老師 成功拿到英國車牌 先講一點背景 其實我們來了差不多三個月 我自己本身是有香港車牌的 只不過是因為一些因素 我轉不了名牌做英國車牌 我現在就要重新再考車牌了 你問我這件事是不是很困難呢? 是不困難的 但是很麻煩 因為你要上網申請你的學牌 然後自己去報筆試 然後自己報路試 我不太清楚香港其實是怎樣的 因為我以前考車牌是比較好自動的 所有事情就有師傅幫我處理了 但是今次就是要全部自己處理 對於我來說其實也是比較麻煩的 所以我今次就想由這個申請學牌 先開始跟大家講一講 首先我們就要上網申請學牌 但是這個學牌其實可以上網申請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又很麻煩地申請不到學牌 上網 所以我就要去郵局拿一個信封 其實所有郵局都有 大小小小的郵局 那就是一份D1的申請 當中裡面其實也會有一本 街拉教你怎樣寫 還有有一份申請給你填 如果你轉排也是用這份申請的 那一定要用這份申請 如果上網申請的話 其實只不過是34磅 但是因為我要這樣指本申請 43磅 貴了9磅 就很不合理 也不是不合理 也就是要別人做事 但是如果可以上網申請 就上網申請 如果不是 就算你換牌的朋友 或者是真的要用指本申請的話 這裡有一個share code 你一定要寫的 而這個share code裡面 也都是會 有 要上網去拿回的 所以其實上網申請做整件事 就真的最簡單 還有 這裡會有一個位置寫185天 但是我就是 因為我想要車牌 我就覺得很急 很急 那我就真的申請了 申請到 但是有些人真的申請不到 但是就 depend on 看看 批給你那個人 申請到當然是開心 申請不到就真的要等185天 其實我大概申請了 一個星期左右 我就已經拿到我的學牌 因為我要有我的學牌的 Driving License Number 我才可以上網去做申請 Fiary Tax 其實那時候 我是2月頭來的 還是1月尾 我都不太記得了 總之就是 我最終 預約到是3月7日 才可以考試 近我的場地 又沒有位置 然後 我突然之間 到凌晨的時候 覺得3月初 真的很遲 這麼遲 我就再上網看看 有沒有可以轉時間 原來又真的可以轉時間 我轉完時間之後 就變了2月頭 2月中 對 2月頭 對不起 2月頭 我就已經可以 去做這個 不時 我就馬上去讀書 我就下載了一個 叫4 in 1 theory test 也是我的朋友 去介紹給我的 我當中 做完整的題目 最初五十條 我錯了二十幾條 後來做一下 做一下 記得答案大概 最終 我考試的時候 就是 錯兩條 但是 其實 我印象中 是不能錯 超過八條的題目 對 還有 他就會有些危險 即是 一些情況 給你看到有些危險的事情 你要留意 你就要卡一卡 這樣 這兩樣東西 其實我問過那些朋友 新手 第一次開車的朋友 其實覺得 考那個 卡 那個 危險 反應 那個 是比較困難的 那我自己 就覺得我都應付得到 所以 很僥倖地 通過了 那 所以 而我去 用那個 4-in-1 Fiary Test 那個 Ape 其實 裡面的問題 其實 跟真正你去考的時候 我自己 覺得 只有 六成相似 所以 真的 未必 一模一樣 所以 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其實 當我當初 以為我拿到 學牌 我就已經可以 順便報到 路士 但原來不行 我一定要 考到 筆試 它就會有個 提供號碼 那我要用那個 提供號碼 上網 再去預約我的路士 那 逢星期一 其實 早上六點 它就會 好像 你要搶位 那樣 你就要去搶 你個 你適合你的 銀行中心 然後 去搶位 看看有沒有對心水的日子 但我也很幸運 因為我本身都懂得開車 而且 我 就用一個 執 hire 幫忙 就是 看看有哪些期 別人不要 不停上網去按摩, 再按摩, 再按摩 幸好到2月中已經可以考試 但我已經有車, 我就用自己的車, 用國際牌去考 其實整件事很搞笑, 因為我要用自己的車去考 我失敗了,我也是開自己的車去走 整件事真的很搞笑 但他們就是一個, 英國就是一個很喜歡考試的國家 我經常都這樣覺得 那我就開自己的車 其實上網可以看哪幾輛車, 有一些車型的型號是不可以用來考試 甚至乎你要多買一個駕駛座 要有一個倒後鏡, 可以讓考官看到後面 還有你要有鋼牌的記錄 貼在你的車上, 你才可以考試 那我呢, 其實2月頭考到Theory Test 然後呢, 我就立即訂期了 那我就訂期了, 訂期到2月中了, 很幸運 但是呢, 其實我當中呢, 真的想找師傅去學一學 一些條例, 或者是真的收拾一些壞動作 但是呢, 真的找不到師傅 這邊找師傅真的很難約 我已經不是說想找香港師傅的了 我真的只是想找外國師傅 但是也是沒有啦 而且他們的價錢也真的很貴 貴也真的試過有一個話說 80磅一個小時 真的貼了一線 所以呢, 我最終就是沒有用師傅的情況去考 當然啦, 失敗了 因為失敗的根證其實也是很簡單的 因為我經常保持右線 所以他叫我保持左線 一個 minor 一個 serious 那到後期呢, 我失敗了之後 他應該說, 你要10天之後才可以再上網 可以預約一個新的考期 誰不知呢, 我又真的可以預約到 我最初就預約了一個遠一點的地方 是3月才可以考的 然後後來, 我又覺得 我又不想3月才考的 想快點考嘛 本來我自己也懂得開車的啦 所以呢, 我又再試一下改時間 又改到時間 又有10天, 我又可以重新預約 所以所有事情你都試一下 各個都不同的 那我真的覺得自己偏向是叫做幸運的人 那最終呢 其實呢, 我就二月尾就考車了 那二月尾考車這一次呢 我呢, 其實都是一個星期的時間去準備 那我就上網找了 Red 一間教車公司 那他就好像香港那些駕駛學院那樣 那可能是叫做外判師傅那樣 就找了一個師傅來教我兩堂 那其實那師傅都說我是一個 都尚算安全的 因為我怕死嘛 有兩個小朋友 不能死的 那我就是一個尚算安全的人 那所以呢 那師傅教一下我 其實這回合大概應該是怎樣看 怎樣看進行車線 那我可以告訴我 其實整件事 怎樣是會有些什麼 Pull to the left Mega pull to the right 那有些Emergency stop 這些內容 那其實就已經 我 星期五學 星期六我就去考了 那也都很僥倖 沒有serious mistake 那五個minor mistake 那我就真的考到車牌了 那希望我的資訊 其實都可以讓大家知道 整個過程是怎樣做 那大家準備好車牌的你都加油了 大家一起努力 好 拜拜 最後最後 如果真的覺得我這段影片都幫到你 記得like subscribe 和share我們這段影片 啦